诈骗集团猖獗,真化和美景分局陆续收到十多名被害人报案,因购物设定错误,需到ATM提款机操作,以解除分歧约定转账及对方冒充亲友身份扬称因急需用钱,麻烦先借款应及本方式被骗,警方寻现找到以流性嫌犯为首诈骗集团的行动洗钱水防,陆续逮捕实名嫌犯。 警方指出,民众转账后的款项大都由车手开车或汽车提领,在一般术语中是指过手人,也就是中间人在诈骗集团结构中最容易被逮,诈骗集团骗到汇入的钱透过不同账号辗转汇出,将钱漂白的地方俗称水防,也就是洗钱中心,大多是高阶主管。 这次被逮的34次流性嫌犯先前在大陆的机房时就曾被逮,服刑后回台湾人重操着夜当洗钱中心。 流行指挥车手提款不法诈骑所得约100万元,也因被害人账户应由每日汇款额度上限,需利用网络读卡机,WiFi网络分享器等工具,将尚未提领的诈骗款转到洗钱水防安全账户,避免被害人报案后,账户遭警示无法提领,不放过任何被害人汇款金额。 警方说,水防的利润来在于筹存10%至20%不等,被带回的10名嫌犯包括干部,车手头与车手等都被依诈欺罪嫌送办。 警方破获的流行主嫌诈骗集团被查扣证物,记者邻近家翻社分享。 警方破获的流行主嫌诈骗集团被查扣证物,记者邻近家翻社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